这里是南港公园 也就是肖建腾的爱狗咖啡走失的地方 肖建腾周一的时候心急如焚 马上在脸书上面po文 请求网友的协助 于是大批的网友来到南港公园 帮忙寻狗 堪称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寻狗活动 肖建腾刚刚领养的狗狗咖啡 因为换新环境紧张 结果走失 公园里一片黑漆漆 网友还拿着手电筒 晚上帮忙协寻 肖建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来 一边拿着手电筒 一边叫狗狗的名字 肖建腾喜欢小动物 脸书上还秀出自己与爱狗咖啡的照片 当晚咖啡失踪后 肖建腾急忙的po文请网友帮忙 最后幸好找到 当晚肖建腾从图片来看是非常的憔悴 在脸书上也发文道谢热心网友 指肖建腾还有许多爱狗艺人 像志玲姐姐开心的把红贵宾放在胸前 受访时还不断抚摸 而Ella更是直接把宠物狗布丁 一起带着出席公益活动 毛小孩可爱的模样 艺人们也用心呵护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有意外发生 记者钱如恒 许上方 台北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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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